哈喽哈喽,我们今天拍摄一个试机影片,然后是关于这台佳能A550的 这台,我店里之前出过一台一样的相机,但是没有盒子,没有这个原装箱 然后今天新到货的这台呢,是有这个原装箱的 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首先我们开箱,开箱的话里面就是看到里面证明书什么的都是全的,但是当时买的一些什么保修啊,还有一些什么当时给的广告组啊什么的用 这个的话说实话也没什么大用,但是如果收藏的话非常不错 然后里面内容物的话就是一个相机绳,然后一个相机本体,然后就是用线材,各种线材,这个线材说实话也是不太大用 因为那个连带的话都是连接电视,嗯,然后还有一个USB口,是USB口,对是USB口 现在的话因为已经有读卡器发明出来了,所以说很少用,但是也是收藏的话就可以了,它的东西非常全 我们主要看这个本体,本体的话我慢一点晃 应该可以看出来它是非常非常新的,基本上是可以当镜子用 背面的话这个屏幕的话甚至有这个什么这个叫保护膜,还没接去 嗯,我就不舍得接,然后还是比较新的,如果你接出去的话这个屏幕肯定是崭新崭新的 然后,嗯,可以看到这个按键啊,非常,状态也是非常不错,我甚至怀疑它这个应该是新的 就是那种,嗯,虽然说是二手,但是是在那个商场里面展示的那种 因为它这个保护膜都没接,然后配件的话也非常的省事,你看这个电池仓也非常干净 基本上是没有使用痕迹的这台 那电池的话也非常方便,就是这种AA电池即可,就是商超里面有卖 啊,我们放坚持的时候就注意一下这个,嗯,不要放反了就可以了,一个正模式 啊,那次卡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是这种最最最最普通的SD卡 也是最便宜的一种卡 啊,对了,这个卡不要买10G,20G这种,就买1G,2G的 老相机的话一般都是支持这种小卡,那个大,大卡的话应该有可能带不动 哦,关,关上了,可以看到这个状态非常好,然后开机开机的话我们就按这个 正常开机,然后第一次开机需要我们设置的器 好,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也是非常的,很美 啊,这些,这些是那个膜的那个气泡,不要,不要在意,这个是膜的气泡 然后对焦没问题,变焦没问题 然后也没有,屏幕也没有什么老话呀什么,镜头也是非常干净 然后试一下按键 上下左右 试下语言,语言的话只能设置英语和日语,这个的话是日版的嘛 老相机的话也没有,没有设置那么多语言 然后,上下左右中间这个键是好的 然后这个键,这个键是负责这个屏幕的 然后我们拍一张照试一下,我们试下闪光灯 好,这个视频就先试到这,收到按键我都按过一遍了 如果有不同的话,可以随身咨询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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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